第546集 渡絕進入海軍基地 絕對不是一個偶然 只是我沒有猜到 放浪他們的布局這麼厲害 兩年前就已經想到這一步 對於蛇香夜晚和蟲針的接頭 我心裡都很期待 但是我知道 就好像我說的那樣 今晚蛇香看到的 一定不會是真正的蟲針 他很可能會派一個 無關緊要的人出來聯絡 嘗嘗水 我今晚就沒有吃晚飯 雖然鄧坤帶了我回來 但是我一點食慾都沒有 我心裡有些緊張 這種緊張 令我有種想吐的感覺 韓志國就說 今晚真的不派人去看看 我另一頭 不可以去 不可以去 如果真的像我說的那樣 他們就會很警覺 甚至他們也會有人盯著 這樣一來 就算是派一條小子去 也會嚇走那個蟲針 所以 只能夠叫蛇香一個人自己去對付 嗯 那也是的 希望今晚可以順利接頭 留給我們的時間也不多 我知道 他指的是距離馬良號下水測試的時間已經不多 那我就說 放心 我估計都是這幾天的事 所有事都會在這幾天全部結束 講完之後 我心裡哪一片黯然 是啊 所有事結束之後 我們的命運最後又會是怎樣呢 我看一看影子 一遮掩 還有鄧坤 心裡頭又忍不住想起 跟著我的這整班兄弟 不可以的 他們一定不可以有事的 無論怎樣都好 我一定會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 我看一看錶 現在時間已經差不多了 蛇香應該出了法的了 那時間一分一秒靜靜地流逝 很快就到了九點半鐘 我的心都已經滴起來了 這次的接頭會不會順利呢 那到了十點一刻 蛇香終於回來了 她的神情很激動 也很興奮 她在梳化上坐下來之後就說 你們肯定想不到吧 跟我接頭的人是誰 韓治國就有點緊張 是誰啊 蛇香沒有回答 一邊的鄧坤就說 不定下 蛇香還是另一另一頭 那我就笑著說 是不是五賓啊 蛇香聽我這麼說 當堂摸大了雙眼啊 咦?你怎麼知道的? 嘿嘿 那不是擺明嗎 我看著蛇香那個 那麼疑惑的眼神 就解釋到說 進去基地之後 我們真正接觸過的 可以說得出名的 除了韓柱柱柱 就是靈夏和五賓 兩個處長 我們早就已經排除了 今天只剩下靈夏和五賓 靈夏你也說不是 那除了五賓 我真的想不到還會有誰 嘿嘿嘿 哎呀 看上去很神奇的一件事 被你很輕巧地說穿了 果然不出我所料 重針只是安排了一個替身出來 映子就說 他們既然在試探 那我們就讓他放心吧 等他沒有了防備 我想他一定會抱頭的 嗯 現在老子彈就是這樣了 對了 蛇香 他有沒有說下一步的指令是什麼 說了 最重要的事 是切法救出蘇林 等著蘇林救了出來之後 他們就告訴我下一步的行動 不過 不過 不過他說了 他現在不方便露面 所以救蘇林的任務 只能夠由我獨自去完成 嗯 我知道了 你先回去吧 於是乎 蛇香就回了房間 我皺了眉頭的 映子就說 看來他們是在這裡出難題給蛇香 鄧坤就說 現在是不是要叫劉柱那邊做好準備 等蛇香可以把蘇林搞出來 給他好交差啊 韓志國說 嗯 是啊 趁熱打鐵啊 只不過呢 我卻是領領頭啊 不對啊 這是個圈套來的 什麼意思啊 你們想想 他們為什麼不出手幫蛇香救人呢 單單是因為不方便那麼簡單嗎 我覺得呢 如果蛇香沒有把蘇林救出來的更好啊 如果他真的把蘇林救了出來的話 好啊 那這齣戲就真是徹底演衰了 鄧坤聽我這麼說就問 你的意思是 這一個都是他們試探的一部分 但是他們用這樣的方法來試探 不是在這裡冒險嗎 萬一蛇香沒有問題的話 那不就等於是 把他推進火堆 嗯 是挺危險的 但卻是最有效的測試手段 一邊的一嬉就問 那我們現在怎麼辦啊 是不是讓蛇香退出 為什麼要退出啊 這麼難才踏上線 為什麼不抓住啊 鄧坤就說 豬哥啊 你就說吧 不要吊大家胃口啊 蛇香就一定要去救蘇林 當然啊 也不會叫劉威放水的 我想 之後很真實地讓他去撞一下板 那他們才會完全相信他的 但是他一旦被劉威的人抓住 那不就完全暴露了 他不會暴露的 我相信 既然他們可以想到一條這樣的毒雞 那一定就有應急的辦法啊 如果我猜得沒錯的話 他們一定不會坐視不理 在蛇香危機的關頭 他們一定會出手的 韓志國就說 那如果他們沒有像你想的那樣出手呢 那就叫劉威假氣真做 將蛇香捉起身 鄧坤聽我這麼說 那也不是辦法啊 你以為他們真的會被蛇香就這樣被抓住嗎 你們要記得一個關鍵的問題 五賓已經暴露了 雖然他只是用來試探 但是他們一樣會存在僥倖心理 不想五賓真的出事才對 嗯 嗯 想真一層呢 果然也是這樣啊 嘿嘿 就連我現在也不可以不佩服你啊 這麼複雜的事都被你想得那麼通 嘿 其實再複雜的事 都是由些簡單的問題構成的啦 那樓柱那邊 需要不需要打個招呼啊 不用了 就讓他們硬撼一下吧 說不定他們早就已經想好了救人的辦法了 鄧坤就說 嗯 這樣會真實一點 越是逼真呢 蛇香才越能夠盡早獲得他們的信任的 嗯 沒錯啊 對了 韓柱 明天我們就會宣佈 結束對你的調查 你回去之後一定要保持著不滿的情緒 特別是注意啊 在警衛營的人面前那時候 這種這樣的情緒要更加強烈一些 我想 他們會有人來拉攏你的 哦 嘿嘿 好你的諸偽啊 你連我都已經想好了是嗎 那好吧 我有望成為你的臥底了 嘿嘿 我就笑一笑 沒說些什麼 其實呢 我也是正確才想到這個問題的 他們現在也在尋找一切 不是可以利用的資源 如果真的有這樣的機會 又怎麼可能會放過啊 那接著 韓志國很認真地說到說 嗯 我接受你的任務 如果真的有人不戴眼來拉攏我 我一定會令他死得很難看啊 那就先謝謝韓柱了 歡迎收聽 長篇懸疑小說 《迷你檔案》粵語版 本集播講完畢 感謝你的收聽 我們下集繼續 第五百四十七集 韓志國回去之後 做得又真的像模像樣啊 搞得就連劉慧也打電話來問我 喂 朱毅 你們喜歡老韓做什麼啊 他怎麼這麼大怨氣呢 他生氣到 就連基地領導也罵了 沒什麼的 讓他發洩一下就沒事了 我切了劉威的電話之後 心裡都在偷笑 看來韓志國這邊 又真的有可能有了道 只不過呢 一想到今晚 蛇鄉對蘇林的營救行動 我又隱隱開始有點擔心 我擔心的 就不是說重針他們 會不會信任蛇鄉 而是擔心 在我沒有跟劉威通氣的情況之下 蛇鄉就這樣默默然去救人 會不會有危險呢 假如他被劉威的人當場打死了 那我們就真的得不償失了 我想了一會兒之後 又掃出手機 只不過 如果這樣一來呢 這場戲就有瑕疵了 一個麻煩 就會令到他們看出破綻 我還在猶豫著 不知道應該怎麼算好 鄧坤看到我這樣的樣子就說了 豬哥 在想著蛇鄉的事啊 我點錯下頭 把心裡的疑慮告訴他 他就說 不如等蛇鄉自己決定吧 我看了他一眼 他又繼續說 不過最好可以當著駱光的面 嘿嘿 你這個滑頭 那最後呢 我還是把駱光找了過來 把關於蛇鄉的一切都告訴他 但誰知道 他竟然很平靜 駱光說 那不怪他 一天都是我 是我令他走上這條路 假如我不讓他去關心那裡 那一切都不會發生 喂 你明不明白他對你的感情啊 我知道 只不過 現在不是說這些時候 但是今天你必須要說的 不然的話 以後可能就沒有機會 他看著我 他當然是明白我的意思 我剛才已經把一切的利害關係都告訴他 那我就繼續說 駱光 你也不想被蛇鄉帶著遺憾地去執行這次危險任務吧 駱光咬一咬牙就說 諸哥 我明白了 我把蛇鄉叫過來 他見到駱光在那裡 就知道我一定是把一切的事都告訴他 他無奈地對著我笑一笑 我就微笑著說 要面對的事始終都要面對的 好了 你們兩個好好地聊聊 然後呢 我就留下了他和駱光 關上門 回到監控室 他們是在我房間那裡說話的 那裡是沒有監控的 雖然魚鷹已經找到了 但是我還是留下了各房間的監控 就並不是說對大家不信任 而是真正是為了應付突發事件 那在半個小時之後 駱光和蛇鄉就出來了 駱光面上有點紅紅的 似乎不是很好意思 我就輕輕地問 聊好了 他點一點頭 蛇鄉走到我面前 蛇哥 謝謝你 好了 希望這件事徹底結束之後 又可以多一對新人 還有誰 那批鳳凰 大家聽我這樣說 當堂都笑了 在笑完之後 我就和蛇鄉說 都準備好了 他點了下頭 木幫很堅毅 準備好了 那其中的危險 駱光應該都告訴你 珠哥 你放心吧 無論怎樣 我一定會努力完成任務的 哼 我相信你的 現在還有些時間 你們再去煙韌一下 就記住啊 任務的時候要注意安全 我坐在沙發上面 長一長的 輸了一口氣 影子就說 珠哥 駱光和蛇鄉在一起 做什麼 你這個男人還這麼八卦 一姐也後來說到說 我也想知道 嗯 他們兩個的關係 已經確定了 等這件事結束了之後 我們有兩宗喜酒要喝 唉 不知道這件事完了之後 我們會是怎樣的結局呢 放心吧 一定不會有事的 那果然呢 不出我所料 蛇鄉在對蘇林的研究過程當中 他們還是出了手 用蛇鄉的說話來說 是足夠驚心動魄 劉威看來也是很重視蘇林 防範得很嚴 蛇鄉到了基留所 發現那裡上的是雙江 不過幸好他並沒有太過衝動 而是很內心地等了一會兒 而正正在這一陣間 才真正是救了他一命 因為他發現 居然還有暗哨 一共有五個人負責激壓蘇林他們 那當然 蛇鄉聽從了我們的建議 用了迷藥 而不是真的對那些哨兵落毒手 不過這樣也是有缺陷的 他還是被人發現了 當他解決第二個暗哨的時候 那個人爭脫了 並且是開槍示警 那蛇鄉沒有辦法 最後唯有是痛下殺手 但考慮到槍聲一響的話 就會引來更多的衛兵 這樣一來 重針他們也坐不住了 從暗處崩了出來 很快速地解決了剩下的守衛 把蘇林救了出來 唯一令蛇鄉猜不到的是 他們居然殺了吳吉光和黃雨神 在蘇林救了出來之後 重針就叫大家閃人 還故意交代蛇鄉 等進一步的聯絡 不過可惜 他們也是蒙著臉 根本看不到重針究竟是什麼樣子 不過這樣的結果已經很不錯了 我想下一次見面 蛇鄉應該就可以看到重針的廬山真面目了 在蛇鄉回來之後 我叫他去休息 我才剛坐下來沖了壺茶 劉威就趕了過來 直接殺了進監控室 大無私樣地坐在沙發上面 他很生氣地說 今晚的事 替我解釋一下 五個戰士 那個五個戰士 就這樣犧牲了 你們說好了有什麼行動的話 會通知我一聲 等我可以有所準備 五條人命 你們必須要為這件事負責 聽見他的責備 我心裏哪裏都不好受 其實正在聽見蛇鄉講的時候 我就有點難過了 但是沒辦法啊 因為我們這裏 有比這五條人命更加重要的事 我輕輕地喝了一口茶 淡淡然地看著劉威 激得他腾腾震 你說話吧 等你冷靜一點再說 來吧 先喝一口茶吧 說吧 究竟是什麼回事 現在看來 他已經平靜了不少 沒有像剛才那樣激動 那我才慢慢地說 這件事都是迫不得已的 我慢慢告訴你 於是 我這樣才把重針他們的試探說出來 他聽完之後就說 看來這件事和景衛營有很大關係 哼 我不知道你現在的景衛營還可不可以信任 所以我想重新丟人手進來 不過必須要保密 劉威 這件事就拜託你了 他聽我這麼說 當堂陷入了沉思 過了好半天之後 他才擔高頭說到說 這樣吧 我請示一下新婦斯玲 調一隊陸戰隊過來 信不信得過的 由新曉虎大隊 應該沒問題的 新曉虎? 啊,我醒起來了 接落眼走的那個年輕人 不就是叫做新曉虎嗎? 劉威就以為我不認識 就說 新曉虎是新婦斯玲最小的那顆仔 是陸戰隊特勤小婚隊的隊長 那,那就盡快安排吧 我怕他們急急跳牆 歡迎收聽 長篇懸疑小說 《迷離檔案》粵語版 本集播講完畢 感謝你的收聽 我們下集繼續 第五百四十八集 新曉虎那邊都還沒有消息 劉威協打電話 通知我明天一大早 會有一個學術交流的團隊會入基地 而這個團隊大隊的呢 竟然是陸易雷 而參加者大多數也是熟人來的 包括那幫被我們找回來的那幾個專家 那搞什麼呢? 陸易雷那樣搞法 豈不是為我們添亂嗎? 我心裡忍不住在那裡苦笑 就在電話裡問劉威了 那個我新曉虎那邊呢? 有沒有什麼消息? 有啊 新婦司令說要我相信同志 相信自己的戰友 他把我罵了一頓 說少少動靜就被我搞到這麼風聲學淚 這個新老爺 既然他不肯配合的話 看來我只能夠另外想辦法 現在警衛營究竟含得有多深 有多少人含了進去 我都已經不敢去想了 按照我的想法 最好是可以叫他們換房 不然的話如果真的出什麼事 那麼犧牲恐怕就很慘重了 在咬了劉威的電話之後 我馬上又打電話給魯逆雷嗎? 他接通了電話之後 輕輕地問 你接到通知了嗎? 我現在心裡有點生氣 是否應該和我溝通一下 現在這個基地正是多事之秋 你還帶人進來搞亂黨? 豬哥,先別生氣 我也是剛剛接到通知 不過這一趟是必須要來的 話就說是學術交流 但其實是馬兩號下水之前的 最後一次技術數據測試 聽見他這個解釋 我才略微平靜了一點 我就說 那來之前 可不可以幫我一個忙? 嗯? 什麼問題? 基地的警衛營我不放心 可不可以叫他們換房 換一支可以信得過的隊伍過來 六翼雷聽我這麼說 沉默了一陣間 對不起,豬哥 我不可以插手海軍的事 唉,那好吧 我親自打電話給新老爺吧 這個電話 我勸你還是不要打 沒用的 新老的脾氣很硬 你忍著他罵你 這些你就不用操心了 對了,你來的時候 將可以帶的人都帶過來 我這邊恐怕不夠人手 我盡量吧 就是這樣 我連拜拜也沒說 就切了六翼雷的電話 我真的不相信 那個新老爺 如果聽我說明了整件事的嚴重性之後 他還會見死不救 於是 我就打電話過去 只不過接電話的 是一個很溫和的中年男人聲 喂,你好 請問你找誰? 你好,請請新副司令接電話 你是在哪裡? 請你轉告他 我是朱毅 找他有急事 好的,請稍等 新老爺之前 留給我的電話號碼 應該是私人電話 所以,並沒有受到太多的阻攔 沒有一會兒 電話那頭就響起了他老人家爽朗的笑聲 哈哈 小朋友 怎麼想起 打電話給我這個老坑公 聽說你說有急事 有多急啊 說來聽聽吧 新老爺 我是來找你幫救兵的 蛤? 天嵐了下來嗎? 現在還沒的 不過已經快了 嗯? 究竟出了什麼事啊? 於是乎 我就把基地裡面最近發生的事 完完整整地向他匯報 他聽完之後就說 看來你們的工作 都挺有進展嘛 來,說一下吧 你有什麼想法呢? 我已經不敢相信那個警衛營了 我希望新老可以另外調一支隊伍過來 將他們換了 我原本以為 他聽我說了這麼多事之後 應該就會同意我的請求的了 但是誰知道他竟然說 扶鬧 一個海軍基地的警戒無隊 我一換就換的嘛 就算你查到有人有問題 難道我整支隊伍都有問題嗎? 要相信自己的戰友 相信我們的軍隊 太多數的人都還是好的 我虎兆兼零頭 看來我是受到了跟劉威一樣的待遇 那我還想說些什麼 但是新老就說 就這樣吧 再也不要在我面前提换火的事 說完呢 他就切了我的電話 我當堂懵了 我當堂懵了 這個這麼硬頸的老坑公 怎麼脾氣可以這麼差的 搞到我心裡都無名火起 但是想想一下呢 我還是忍住了 是啊 我的建議已經提了 至於他們最後聽不聽 都是他們自己的事 他們才是決策者 我靜靜地坐在沙發上面 自己一個人悶悶悶悶地吃煙 鄧坤倒了杯水給我就說 我剛才打電話的時候 蛇香來過 應該是找你有事 我去看看 出了監控室之後 我來到蛇香的房間 看到唐婉儀也都在 唐婉儀看到我進來 連忙站起來就說 你們聊聊 我先出去 我點了一下頭 那唐婉儀就出去了 我坐下來就問 蛇香 是不是從針那邊有什麼消息 是 我收到短訊 說叫我今晚到 五號碼頭的接頭地點去一次 還是九點半 寶大叔說明的情況下 應該還是九點半吧 今晚的見面很重要 你要搞清楚兩個問題 第一 究竟從針是誰 第二 就是他們下一步的計劃究竟是什麼 如果他依然叫五賓到來接頭呢 或者他戴上面咒呢 那你就不要管了 這些事我會安排的 明白了 記住啊 最主要還是一定要保證你自己的安全 多謝諸哥 應該是我們多謝你才真的 經常要你置身於危險之中 你不要這樣說 其實我們所走的路 都是我們自己選的 不過我更加佩服你 現在你所承擔的 所經歷的 遠遠超過作為一個普通人 你能夠承受的 你知道我的過去嗎 聽遠遠的 那就那些吧 在下午兩點多 一輛中巴車開入了海軍基地 從車上走了二十多個人下來 有男有女 穿得都很樸實 大多數都戴上眼鏡 而戴上的是一個四十多歲的男人 看上去大大隻隻 但是就文質奔奔 劉威跟我介紹 這位是中國遠洋協會的副會長 葉夢堂先生 然後他又跟葉夢堂說 這位是朱毅先生 負責基地的安全保衛工作的 那個葉夢堂很熱情地跟我握握手就說 你好 我們是為了明天的學術交流會 過來準備的 我禮節性地掩握頭就說 歡迎你們啊 葉先生 這個時候 我在人群之中見到一張面孔 他覺得很面善 但是他的一時間死不死 究竟在哪裡見過呢 老實說 我發現我現在的記憶力已經大不如前 可能是因為長期的勞心勞力 令我已經透支了自己的智慧和心力 他們這整班人就並沒有住到招待所 而是住了去研發中心的接待樓 其實那邊也有個小的招待所 只不過一般是為了招呼科研人員 只不過招待所距離研發中心 還是稍微遠了一點 在接待完葉夢堂一班人之後 我回到四樓 陸優就說 朱哥 你有沒有發現 這班人不像是科研人員 蛤? 你發現了什麼? 我發現他們更加像是軍人 訓練有數的軍人 聽他們這樣說 我當堂戳了尾 如果他們真的像陸優所說那樣 那究竟是敵是友呢? 歡迎收聽 我們下集繼續 第五百四十九集 我不知道這個所謂的華夏遠洋協會 和這次的學術交流會有什麼關係 不過既然他們是走正常渠道進來 那我也懶得去想 但是陸優提出的疑問 卻又令到我不可以不深深顧慮 我叫李廠去摸一下他們的底 直接叫他去找葉夢堂 說看看有什麼可以幫忙 這樣就可以令他的行動明正言順 在安排好李廠之後 我召集了大家來會議室 我一邊把玩著手上邊的杯 一邊就說 有件事我想跟大家說一下 前兩天 大家一直在找的餘鷹 我現在正式向大家介紹 就是我們的蛇香小姐 她已經成功地打入了荒浪的集團內部 獲得了他們的信任 而且讓他們反安插在我們身邊 而在這次基地的行動之中 對方給他的代號就是餘鷹 家屎除了我們幾個知情的人之外 其他人都露出了不可思議的神色 我就笑一笑說到說 我們應該覺得開心才對 這樣我們很多事情做起來都容易很多 當然了 前兩天為了調出前腹在基地內部的重針 我一直都沒有把這件事和大家公布 一來是為了令大家對外造勢的時候 可以更加逼真 而伊利也為了更好地麻痹我們的對手 在這裏我向大家道歉 一邊的呂宋就笑著說 嘿 道歉就不用了 大家都是為了更好地完成任務而已 我看著頭 又把重針的事原原本本地告訴大家 然後就說 重針今晚要約見蛇鄉 我考慮一下 重針很可能還會派五奔出來 向蛇鄉傳達指令 又或者是他親自來 但會戴上面罩 因為他太謹慎了 沒什麼可能會被蛇鄉看到他的真實面目 所以 到那時候 由綠優負責跟蹤的人 一定要揭開他的神秘面紗 綠優掩頭 我又說 那當然了 一定不能打草驚蛇 因為他們已經在醞釀一次大行動 對於我們來說 或者這一次就是最後的戰役 希望我們可以將他們一網打盡 以絕後患 接著我又看著綠優說 綠優 你的任務就是跟蹤他們 確認究竟誰是重針 但不要暴露自己 要靜悄悄去 靜悄悄地回來 放心吧 諸哥 這一點我有自信 還有一件事我要跟大家說 綠少爺明早會帶著學術交流團來基地 大家聽見說綠優要來嗎 多多少少都有點興奮 也有點期待 那我就說 還有一件事我都要向大家說明 就是關於基地景衛營的事 大家聽我說到這裡 心裡頭也有數 因為五賓就是景衛營的排長 而我們也在懷疑 渡絕就是重針 只不過還未經證實 那我就說 現在這樣的情況 我們的處境會很尷尬 也會很危險 你們都知道 一旦景衛營變了質 他們造成的破壞性 是沒辦法鼓樑的 在這裡我希望大家可以提高警惕 我們面對的有可能 我是說有可能是一個牌 又或者是一個連 甚至是一個型的正規軍 聽了我的說話之後 大家的神識都很凝重 我並沒有跟新老爺的對話 告訴大家 我是不希望大家沒有了最後的念想 那最後我又笑著說 不過大家都不用太過悲觀 明天六少爺就會過來 到時候我們的力量也會加強 那跟大家開完會之後 我回到自己的房間 或者是這兩天太過累了 竟然有點眼睡 當鄧坤叫醒我的時候 已經是晚飯時間了 我問了一下 李廠有沒有回來 鄧坤就說 沒有啊 可能是耗了在那邊 我咬咬頭 李廠沒有打電話回來 就說明並沒有發現什麼情況 我們大家一起去餐廳那裡吃飯 吃完之後又帶了一份給影子 那一直到了八點幾鐘 李廠才回來了 他就說 哎呀 研發中心的火食 開得比我們這邊好很多 唉 這些就是你的收穫嗎 不是的 我是什麼都沒有發現 不過還是有一點可疑 他們的兩大箱設備 一直都沒有打開過 或者可能是因為我在那邊 諸葛 那兩個大箱裡面 不會是武器吧 我另一另一頭 這個問題 除非叫他們打開箱 不然的話 誰都回答不了 到了九點幾鐘 蛇香就去了赴藥 陸幼靜悄地跟在他的身口 而我們大家都坐在監控室裡 靜靜地等著他們帶消息回來 到了九點四十分 五號碼頭方向忽然響起了槍聲 一共響了四槍 我心想 喂 是否是陸幼被他們發現了呢 我們馬上衝出招待所 但是沒有走得多遠 就看到陸幼扶著蛇香回來 蛇香的大腿中了槍 我就問陸幼究竟是怎麼回事 他就說 我也不清楚 九點半鐘 蛇香準時出現在約定的地點 我也躲在沒有多遠的地方 密切觀察情況 蛇香在那裡站了大概十多分鐘 依然沒有人出來接頭 但是在這個時候 我聽見有槍聲 而蛇香的反應也很快 在地上滾了一下 避開了第一槍 但是第二槍就射中了大腿 我看不到那個槍手在哪裡 只是單憑槍聲向著開槍的位置 還擊了兩槍 然後就拖著蛇香跑回來了 不過奇怪的是 他們竟然沒有追上來 那究竟是怎麼回事 是陸幼暴露了 還是蛇香暴露了 我也沒有多想些什麼 就跟鄧坤說了 你和李兄馬上把蛇香送去基地醫院 這個時候 有兩架基地的巡邏車都開了過來 一個少衛下車 向著我們敬了個禮便問 首長 剛才的槍聲是怎麼回事 那我就說 我們工作組的一個組員 遇到襲擊 必須馬上上去醫院 那那個少衛也不敢抬慢 趕快招呼人把蛇香抬上車 諾剛就說 我都一起去 我咁咁咁頭 現在蛇香是沒有生命危險的 但是我知道 這一次是一次赤裸裸的謀殺 對方為什麼要握蛇香去接頭 而又要殺死他呢 難道是他已經暴露了 那是什麼時候暴露的呢 我真的想不明白 這一整晚我都在思考這個問題 無論是做怎樣的假設都有趕不過去的地方 現在知道蛇香身份的 就只有劉威和韓治國 他們兩個當中 難道有人和蟲針有著特殊的關係 又或者他們當中一個才是真正的蟲針 但無論他們哪個是蟲針都有說不通的地方 如果是劉威的話 那蛇香在他故身犯險 營救蘇林的時候 他就應該直接對蛇香下手 而不是叫手下的人出來幫蛇香 而如果是韓治國的話 那時候韓治國還和我們在一起 又怎麼會有時間安排人幫他接頭呢 如果是事先安排好的 那在營救蘇林的時候 依然也有機會剷除蛇香 但為什麼他們都放棄了一個這麼好的機會呢 我閉上眼不再多想了 這些想不通的事情 最好暫時先放一放 到了第二天一大早起床 我們就來到1號出入口 我們在那裡等著六億雷和他的學術交流團 歡迎收聽 長篇懸疑小說 《迷你檔案》粵語版 本集播講完畢 感謝你的收聽 我們下集繼續 第五百五十集 再說吧 我先和你介紹一下 這十二個技術專家 我倒是有一半是認識的 彼此之間也很熱情地打著招呼 而那二十幾個隨行人員 大多數都是他們的助手 只有七八個是警衛局派過來的安保人員 他們這一部分人 住在研發中心那邊的接待樓 而另一部分就住在招待所 那麼六億雷自然也是住在招待所這邊 在安頓好的專家組成員之後 六億雷就把我叫到他的房間 他看著我微笑著地說 怎樣?是不是有點失望? 沒有,我想你一定有更周全的計劃 具體的安排我也不太清楚了 這些都是三個老爺子將來的 不過我相信他們的 小元為什麼沒有來? 他陪方小方回了金陵 咦?方小方? 是啊,方波和小元終於都做通了他的工作 他同意回到七霞 不再參與這些事了 唉,這樣也好 至少也算是懸崖勒馬 哼,這件事我和張凱潮也達成了共識 而且和方小方做了承諾 不會追究方家任何責任 那那個方韜呢? 他呀,他可能就沒那麼幸運了 就算我可以放過他 但是老爺子過關就要他自己去過了 我知道陸過光一定還記住 他被人禁錮的那段日子 那我就不再多問了 而在這個時候,陸奕雷的電話響 喂?湘兒? 嗯,我已經到了 他就在我旁邊 什麼?叫他聽嗎? 好吧 陸奕雷很無奈地看一看我 掃一掃個肩膀就說 陸奕雙說要跟你說話 我苦笑著地接那個電話 只聽見陸奕雷上在電話那頭就說了 朱毅,什麼時候來新京啊? 這麼長時間都沒看我 你大哥他還好嗎? 我問的是陸奕亭 自從陸奕雷重新掌控陸家之後 我就再都沒聽過關於她的消息了 我沒有問過陸奕雷 說完這些東西和我就沒有什麼關係 但是她是陸奕雙的親生大佬 而我又不知道 應該要跟這條小妹說什麼好 就隨口問了一句 那這個妹釘就說 嗯,她還好 現在正在學習過二世祖的生活 古玩字畫,花鳥如蟲的 我看一看陸奕雷 陸奕雷輕輕地笑到 怎麼說都好,她也是我的親人 我明白她的意思 那陸奕雙就在電話裡說了 你們看完了,跟雷哥一起回來 我…我想你陪我玩幾天 我可能會先回家探望你阿嫂 她沉默了好半天之後才說 那我去你家裡坐下行不行 當然行,歡迎 我不敢再說下去了 這條小妹在想什麼 我當然明白 我就說 我還有點事,你和雷哥聊 說完,我就把我的電話遞給陸奕雷 陸奕雷笑得很開心 他們又聊了兩句之後才切了電話 陸奕雷就跟我說了 看來小商對你也挺上心 喂,有你這樣做人大哥嗎? 我是結婚的 我知道,不過你也不要太直接 口罩她嘛,說話給你一些技巧和方式 那我避開吧 陸奕雷又笑了一會兒,才很正經地說 對於昨晚蛇鄉的遇襲,你怎麼看 我想蛇鄉一定是暴露了 他們一定是有針對性的 只不過我有點細節想不明白 所以還是沒辦法判定究竟誰才是蟲針 我將對於劉威和韓志過的疑惑都說了一下 陸奕雷聽了之後,就淡淡言地說 你有沒有想過,或者他們兩個都有問題嗎? 我騙了,但她吐個孔 不會吧? 一個負責情報,一個負責安全 到處了問題? 那真是很大劑 但是聽你這樣說,我真的覺得他們兩個都有問題 為什麼這樣說? 這兩個人互相掩護 讓你同時心生疑惑 但是又不能夠肯定 至於說為什麼在救蘇林的時候 不對蛇鄉落手 就是為了留些想像的空間給你 製造錯覺的 蛇鄉應該早就已經暴露了 第一天他們沒有進行緊急聯絡 就並不是因為小心謹慎 你想想,一個常用的聯絡方式 他們會沒有緊急預案嗎? 他們之所以沒有來接頭 應該是還沒有想好怎樣應付 陸奕雷的說話 一言驚醒夢中人 他的說話很有道理 但是我覺得 對兩個重要安全部門的處長的懷疑 都是太大膽了 我就說 我還是不太相信兩個人都有問題 但是其中一個有問題 就一定是走不掉了 那再看看吧 反正這兩天都還有時間 那個什麼華夏園洋協會 你知不知道他們什麼耐力 我也不是很清楚 他們走的渠道並不是軍方 據我們掌握的情報 他們只是一個非官方的民間組織 不過他們的確是掌握著很多先進的技術 特別是那個葉博士 曾經參與過前蘇聯的航空母艦的一些研發 對於甲板受熱的測試 都算是熱內的權威 所以這次的學術交流 他們也都在受邀請的名單之內 但是我看他的那些隨行人員 很多都不像是科研人員 反而像是軍人 是嗎 我覺得他的笑容有點詭異 我就問呢 你已經沒有過他們的底 你呢 絕哥 這裡是我們最後的戰場 未到最後一刻 我也不知道誰是敵 誰是有的 不過我想呢 勝利只會是我們的 看來你還是有所隱瞞 對不起 你也知道 有些事一旦打上了絕密的標記之後 我也不可以亂說的 好了 不難為你了 對了 下水的日子定了下來沒有 定了 下個星期四 那就是還有五天 是啊 還有五天 這個將是我們最後的對決 之後 出了一個出乎我們意料的事 諾老爺竟然要以顧問的身份 出席這次學術交流會 而以他的身份呢 身邊的保衛人員自然就不會少了 不過當我們得知這個消息的時候 我們還是忍不住很興奮 看來他也坐不定了 諾老爺一行人 將會在下午入基地 而得到個備案消息呢 是一共有二十六人 隨行的有警衛人員 和醫務人員等等 陸易雷就說 看來他們是不夠熱鬧 我心裡現在已經沒有底了 陸少爺 他們的人越來越多 我怕我們的人手不夠容易失控 諾哥 相信我 他們不會得請的 歡迎收聽 長篇懸疑小說 《迷你檔案》粵語版 本集播講完畢 感謝你的收聽 我們下集繼續 第五百五十一集 人生有時候就是這樣的了 明明是已經劍不勞章 明明是已經水火不相容 但卻是還要微笑著地虛以為蛇 當我和陸易雷陪同著基地的領導 在一號入口那裡等待諾老爺到來的時候 我心裡真的不知道什麼味道 這麼快諾老爺就下車了 他很熱情地和基地的領導握手 一副上位者的姿態 當他見到我和陸易雷的時候 臉上都佈滿笑容的 他才是和陸易雷打了個招呼 小雷 我們又見面了 陸易雷也滿面笑意的 他兩隻手緊緊緊的 抓住洛老爺的手就說 洛老爺 你老人家比以前更加精神了 洛老爺濁入手就說 哪裏啊 老爺 以後的世界 都是你們年輕人的了 我們最多呢 也都只能夠幫你們 做下鋪路石那樣 至於怎麼走 走多遠 都還是要靠你們自己 哪裏啊 如果不了解整件事的內情呢 那一定會被洛老爺的這番說話所感動 但是這陣子 我卻是因為他的虛偽 而覺得很噁心 很想吐啊 那尾 洛老爺又看著我 就說 專技 好 好 不錯啊 我沒有搞明他是什麼意思 就只能夠老老實實地站在那裏 洛老爺 他伸了隻手出來 那我也都學著陸翼雷的樣子 雙手握著 他就說了 唉 我那些子女 如果能夠有你和小雷一半那麼好 我就心滿意足了 我吾吾吾談地說到說 洛老過謙啊 你那些子孫 又怎麽是朱偽這樣的凡夫族子 可以望及其漢盃啊 他疾了一下 他咪就大笑了起來 哈哈哈哈 你們看看 聞人講話果然厲害啊 這個時候 既地的領導也都連忙站了出來 說到說 首長 先去休息一下先 既地避了一些薄酒 夜晚和大家接風 有你最喜歡的五糧翼啊 哈哈 洛老爺暗暗頭說 嗯 好 郭仁 你有心了 洛老爺住的是乾體鎖 位於研發中心和招待鎖之間的位置 在臨分手的時候 他頗有幾分心意地說到說 朱偽啊 晚上有時間 就過來和老黑我聊聊天吧 啊 好啊 那在回到招待鎖之後 陸翼雷就問我了 你真的要去陪他聊天啊 嘩 有什麼好害怕呢 有沒有想過他會跟你聊些什麼啊 我另一另頭啊 這一層我又真的沒想過 難道是想拉攏我 沒理由啊 他不會那麼幼稚的 彼此之間的鬥爭已經漸漸明朗化了 他這個時候還跟我有什麼好話好說啊 只不過 陸翼雷就淡淡然笑著說 我猜到他想做什麼的了 我看著陸翼雷等他繼續 那他就說了 他想聊聊洛江 他想叫你幫他好好地照顧洛江啊 蛤 他們不是一直都想洛江死的嗎 嗯 此一時彼此吧 再怎樣也好呢 他也是個老人家來的 對自己的子女 一樣是有尊愛和關懷的 我這樣額頭啊 那陸翼雷又說呢 在晚宴之後 你就去陪陪他吧 不管怎樣也好 現在他面對你的身份 就是一個風足殘年的老人家 到了晚上六點多鐘 我們進了基地大樓的宴會廳 所有那些參加學術交流的人 都已經到齊了 之前我還曾經擔心他們 會不會選擇在這個時候下手呢 這麼多人的安全保衛工作 並不是這麼容易的 但是陸翼雷只說了兩隻子 淡定啊 我看他這麼兇有成竹的樣子 就無奈地領領頭了 他就說 今晚不會有什麼事的 放心吧 我就不知道 他的自信是來源於哪裡 但是 我相信他的說話 他最後還是靜悄悄地跟我說 他們的人還未到齊的 不會這麼早動手 誰都不會打沒有把握的仗 我瞄了他一眼 看來陸少他們掌握的情況 比我想像中要多得多 那我就忍不住開始懷疑 最初陸翼雷告訴我 關於劉威和韓志國的猜想 我就問 對於劉威和韓志國 你準備怎麼辦 我只是假設 你去求證吧 還有 怎樣做都是由你來決定 我這次來只是帶學者過來進行學術交流 喂 你今天太省皮了吧 我說的都是實話 雖然有些事情我或者讓你知道得多一些 但是在這些情報還未得到證實之前 也只不過是一張廢紙 而你們戰鬥在最前端 也只有你們才能夠因別情報的真假 就不如我提出劉威和韓志國的假設 但是如果真的要我決定的話 我也不敢 唉 假設是可以大膽的 但是求證她是必須要小心謹慎 我點了一下頭 明白了她的意思了 於是乎 一直到七點 洛老爺才來 她是今晚整個萬宴的焦點來的 畢竟她曾經是華夏國的五號 地位是多麼尊崇 她是坐在首座的 和幾個知名的科學家和基地的首長坐在一起 她在入座的時候 對眼有意無意地瞄了我們這邊一下 眼角那裡就掛著淡淡的笑意 我也露出了一個笑容 她這樣在提醒我 不要忘記了今晚去和她聊一下 今晚這些宴會都很格式化 並不能夠說真正的盡興 洛老爺很早就吹了席 我們也隨便吃了一些東西之後 就離開了 我沒有和他們一起回去招待所 而是慢慢地走向洛老爺住的地方 她應該和下面的人交代過 這一路上我並沒有受到什麼阻攔 而到了三樓的時候 早就有個女孩在那裡等著 她見到我上來連忙就說 朱先生 洛老爺在那裡頂著你 請跟我來 我掩上頭 然後她就在前面帶老 她不是洛老爺帶過來的人 而是乾優所的工作人員 看來洛老爺的確是花了心思 她帶著我來到洛老爺的房間 敲一敲門 女頭就傳來了洛老爺的聲 請進來 那女孩拱開門就說 洛老 朱先生來了 請她進來 那女孩做了個請進的手勢 我進了門 女孩就出去了 而且還關上房門 洛老爺現在坐在沙發上面 看著我就說 來啦 坐啦 我在她對面坐下 她就指了下張桌上的那包煙 就說 整一瓶吧 我微笑著地點了一瓶 接著她就問 知不知道我為什麼要找你來 為了洛老爺 這一樣是洛老爺說我知道的 其實我也不知道對不對 但是她卻是掌握頭說 看來和聰明人打架到 真是不累啊 老爺子過累了 無論如何都好 洛剛都算是我的兄弟 無論發生什麼事 我都不會讓她有事的 諾老爺 諾老爺暗暗頭 嘆了一口氣就說 唉 或者江兒是暗的了 好了 不說這些了 我這裡帶了些好茶 可不可以請你幫手沖一壺啊 我看茶就免啊 我還有些事啊 就告辭先啊 你就當是陪個老人家喝杯茶吧 果然好像陸易雷所說的那樣 我心裡也很複雜 想一想都還是坐下了下來 輕手輕腳地擺弄在她那裡茶具吧 其實有時候 很多事都是身不由己的 一旦深陷其中 就再都無法自拔了 這一點 我反而很欣賞江兒 至少她知道自己想要些什麼 夜 我倒了一杯茶 然後輕輕地說 但你就不知道自己想要些什麼 她另一另一頭 唉 不說了 我都有點眼睡了 你 走吧 我站起來就說 那駱老爺 你早點休息吧 你記得答應過我的事啊 放心吧 她好像雜時間沒有力的 插插手 似乎 殺那之間 蒼老了很多 歡迎收聽 長篇懸疑小說 《迷你檔案》粵語版 本集播講完畢 感謝你的收聽 我們下集繼續 第五百五十二集 這個 是一個安靜 長和的夜晚 但是同樣 有很多人 將會在今夜無眠 我和六亦雷就是這樣的人 我們兩個坐在沙發上面 煙煲了一枝又一枝 我們談了很多事情 但是都在迴避著同一個話題 就是最終我們將要面對的命運 不過其實呢 慢慢我就已經釋然了 對於六亦雷 我應該都算是很理解他的 在大多數的時候 他和我們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也是整盤棋裡的一枚棋子 同樣也是身不由己的 六亦雷將壺茶的茶底倒了 又重新衝了一壺 然後才慢慢地說 知家 你說 如果有乾年之後 我們這樣坐在這兒 會談些什麼呢 那時候 可能我們就有資格談談人生了 嗯 是啊 那時候 我們都老了 是有談人生的資格 我慢慢地走到窗邊 隱隱約約可以聽見外邊 那些浮浮聲的風聲 我回頭看一看見逆雷就說 你也應該考慮一下你自己的個人問題吧 你說婚姻 是啊 你也不用了 這些事不是我自己可以做的 更多的時候是無可奈何 對於婚姻 爸爸早就已經有打算了 不過他不說 我也不問 好幾乎 別忘了 等叫你 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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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嘗 una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